英俊来看看 看看你树妹 谋面的小蓝宝 看看 小蓝宝对你的到来 这是 非常用心的打扮了一番 可以穿着尿布丝 隆重的迎接你 过来呀 你看 你看把英俊那个鼻孔都放大了 进来吧英俊 小蓝宝那小爪子就这么拍打的地板 半皱呢 英俊一动好像小蓝宝也跟着动一下 是要往后推吗 英俊进来 就这么 像面呢 没见过 像胖虎一样的 蓝色的 小猫吗 你看 小蓝宝见你来了 它有点手舞住道 看看 平常两个 脚都不用 你来了它才 看看 像八爪一样的 渗出来了 看看 嗯 嗯 咋的蓝宝 你还先唱了 你还怕英俊吗 怕了 哎哟 你是被英俊的 像帽 吓到 吓到了吗 英俊一听你叫 他也退回去好几步 退到门口呢 了 看着你表情 你很惊恐吗 嗯 其实你看英俊 不用惊恐 他的模样 他的模样 只能给你惊讶 惊讶 惊讶 这个世间 这个照物怎么照得这么 奇葩 再看 英俊 没事 英俊 你不挺能调皮倒蛋吗 什么呀 怎么又蓝宝 嗯 是不 大前世界无奇不有 他长得 这种颜值的猫 你看到他 你就觉得 直了 这小 小蓝宝 显然是 气场没有胡云俊竹 已经一老本师了 你看 这小腿 一样蓝宝处理跑 他这个腿也是能得到锻炼的 你看 有知觉 在拍地板呢 拍地板是啥意思 表明你认输了 影俊就像在这 成了一个直角 就跟他 弯着腰 看着小蓝宝 你俩就这么看着 也不眉目传情 英俊就这么离这么远看啊 熟悉熟悉 熟悉熟悉家庭成员 以后 他 上楼了 你就多照顾一些 多提鞋一些 好 你就是 经常帮他提鞋 你俩 终于离得很近了 我促成了你俩 触席长谈的机会 蓝宝还小 英俊不是很害怕 只是觉得陌生 哎呀 这小小脚 这小脚 刚才觉得你挺灵活的呀 哎呀 这小脚稍微有点热乳劲了 啊 这么爬着的确能促进你恢复 跟英俊打个招呼吧 蓝宝 打招呼了 看着后头都仰起来 冲英俊白手呢 他说挥挥手 不让你走 才觉得心里好难受 也不知道看着后英俊为啥那么难受 坐活不安的 还不敢睡 真的要 离开英俊 返回自己的家园了吗 你还一步一回头的 你还意不舍的